他是菲律宾富豪榜排名第七名的企业家 喜欢他的人比喜欢麦当劳的人还要多 菲律宾餐饮品牌每四间就有一间是出自他们餐饮品牌的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菲律宾的素食龙头Jolie Bee 哈喽大家好,我是Ricky 菲律宾近期已经开放外国观光客入境不需要隔离 据说开放的前几天就涌入7000名外国观光客入境菲律宾 我就在想如果我也回去菲律宾 我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可能出了海关领完行李我就会冲到Jolie Bee的餐厅 点一份巴拉伯还有炸鸡 怀念那两年多没有吃到的油耗味 不是 怀念那两年多没有吃到的美味 没错,今天想要和大家聊聊菲律宾的国民素食龙头品牌Jolie Bee 也会分享创办人陈觉中的创业故事 还有Jolie Bee与麦当劳之间的爱恨情仇 还有现在Jolie Bee旗下的餐饮品牌 想要了解更多详细内容快跟着我们看下去 说到菲律宾的Jolie Bee 你们肯定会想到不就炸鸡、汉堡 好像跟麦当劳叔叔、肯德基爷爷差异不大 你们想的也没错 但是先让我们看看这张图 这只小蜜蜂不仅是卖炸鸡、汉堡 现在更跨足了咖啡厅、中式餐厅、烧烤店、披萨店 你能想象吗?菲律宾的餐饮品牌 每4间就有一间是出自Jolie Bee集团的 除了Jolie Bee快乐风的品牌以外 目前还有中式素食超群Chalking 披萨店Greenwich Pizza 蛋糕面包店Red Ribbon 烤肉先生Mainasau 甚至取得汉堡王Burger King在菲律宾的经营权 除了在菲律宾的上述品牌外 在海外也取得了永和大王、天好运、The Coffee Bean Dunky Donuts的经营权 更在2021年末大手笔收购台湾首摇饮料店 米克夏51%的股权 哇,光是听到这些餐饮品牌 Jolie Bee早就不是一只小蜜蜂 应该是大黄蜂了吧 2020年统计 Jolie Bee快乐风在菲律宾已经超过1500间餐厅 如果再加上其他餐饮品牌 全世界Jolie Bee集团的餐厅已经突破5900间 Jolie Bee可以说是菲律宾家喻户晓 极具代表性的餐饮龙头品牌 我在网络上找到这个数据图 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菲律宾各个餐饮品牌的市占率Market Share Jolie Bee 11.9% 麦当劳 10.5% 观看市占率好像差异不大 但我们再把整个Jolie Bee Food Corporation的餐厅加总起来 Jolie Bee 11.9% Chalking 5.9% Money Nassau烤肉先生5.5% Greenwich Pizza 3% 这些加起来就占了26.3% 就像刚刚说的 菲律宾每4间餐饮品牌 就有一间是出自Jolie Bee Food Corporation的 不仅让人佩服 他们在菲律宾的影响力真的相当庞大 那Jolie Bee的成功不得不归功他背后的这个男人 Tony Tangatung 陈绝中 1953年出生于菲律宾的陈绝中 是菲律宾的华人 根据2021年富比市富豪排行 他也是菲律宾前10名的富豪 身家居然高达27亿美元 开餐饮品牌可以进到菲律宾富豪榜前10名 真是让我十分佩服 那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 陈绝中究竟是怎么开创Jolie Bee这个餐饮品牌的呢? 现在就说给你听 1975年快乐峰创始人陈绝中 Tony Tangatung在马尼拉投资了两间冰淇淋店 但这两间冰淇淋店都是购买特许经营而来的 也因为菲律宾的饮食习惯 吃完熟食再搭配甜点 既然已经有冰淇淋甜点 索性在冰淇淋店将卖三明治、汉堡 渐渐成为菜单上最受欢迎的餐点 后来生意做得越来越好 1978年索性取消本来冰淇淋店的特许经营 正式转为快餐素食店Jolie Bee 1981年就在Jolie Bee开设第一间分店的几年后 麦当劳来到菲律宾大张琴湖展店 那一年麦当劳在日本开设第5000间的店面 Jolie Bee和麦当劳相比只有零星的店家 而麦当劳已经慢慢在世界插旗 领先Jolie Bee23年 Tony Tangatung当时被告知他有两个选择 一将Jolie Bee卖给麦当劳 二成为麦当劳在菲律宾的特许经营商 还好那时候并不流行 打不赢就加入他 Tony Tangatung下定决心想要跟麦当劳一较高下 他飞去美国研究麦当劳的营运状况 并且分析快乐峰与其他美国连锁餐厅的差异 规划了完整的内部战略计划 以及严密的Swap分析报告 同一旦意识到他需要一个鲜明的品牌名称 还有有特色的logo 才有办法跟麦当劳分庭抗礼 于是创造了一个Jolie跟Bee非常相似的名字 Bee就是蜜蜂 Jolie有喜悦开心的意思 Jolie Bee合在一起就是开心的蜜蜂快乐蜂 代表菲律宾人 勤奋、善良、忙碌、开朗 即使辛劳工作仍乐观积极 并且参考米老鼠以及一些漫画卡通 还有麦当劳的logo 快乐峰的logo雏形已经渐渐明朗 蜜蜂戴着厨师帽 穿着厌尾服、开朗的微笑 这样的logo形象深受菲律宾人大人、小孩的喜爱 但真正让他们和麦当劳拉开差距的 还是回归到食物的本质、口味 Tony Dan Gatton 清楚知道菲律宾人喜欢偏甜、偏咸的口味 但是麦当劳标榜标准化的流程 他们的汉堡、炸鸡、酱料的配方都有严谨的比例 虽然适合欧美人的味蕾 但是到了菲律宾却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青睐 而且根据Tony Dan的访问内容 他表示菲律宾人在吃东西之前会先闻食物的味道 所以菲律宾人在吃Jolie Bee的炸鸡之前闻到炸鸡的香气 就被眼前这份炸鸡深深吸引 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Jolie Bee的餐点更符合菲律宾大众的口味 Jolie Bee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食物 Jolie Spaghetti 是一种带热狗片的甜肉酱意大利面 完完全全是菲律宾口味 这番茄肉酱很甜 上面撒上红通通的热狗还有起司粉 如果意大利人看到夏威夷披萨会翻白眼 宁愿饿死也不要吃上面有凤梨的披萨 我想他们看到Jolie Bee的意大利面肯定会火冒三丈 就像我们看到日本人在鸟鱼沙肉上面放上小笼包 看得完全没有食欲 不管意大利人怎么说 Jolie Bee的确靠着这个Jolie Spaghetti 拉开了和麦当劳的差距 而麦当劳也推出这样子的意大利面Max Spaghetti 一样想用这种偏甜偏咸的意大利面来搬回战局 而且成果好像也还不错 除了在品牌定位、口味突破 Jolie Bee也很会行销、广告、办活动 Jolie Bee把自己定位为菲律宾的品牌 以家庭为导向 菲律宾人家族观念根深蒂固 所以家庭、家族之间的聚会频繁 而且乐于分享 Jolie Bee的广告就像这样子 大家庭聚集在餐桌上 分享一桶香辣脆脆的炸鸡 这样的定位的确让Jolie Bee在菲律宾取得很大的共鸣 Jolie Bee也很会办活动 并且不时为孩子举办生日派对 孩子生日员工会唱歌、跳舞 而真人大小的蜜蜂会走出来为你庆祝 不只吹蛋糕、吃蜡烛 还会安排一系列的亲子小游戏活动 在孩子的心中营造出那种尊容感 Wow! My birthday party in Jolie Bee! 隔天上学都可以跟同学炫耀好几天 抓住小朋友的心 大人也当然会更愿意带小朋友去Jolie Bee 也因此在麦当劳进入菲律宾市场的40年间 他努力想要成为第一名 但是Jolie Bee屡屡拉开和麦当劳的差距 到了2019年 菲律宾有1,150家Jolie Bee的门市餐厅 而麦当劳只有640间 将近有两倍的差距 除了在菲律宾展店快速 Jolie Bee也迅速在其他国家展店 美国、意大利、中东、英国、香港、澳门 连中国大陆都可以看得到山寨的Jolie Bee 菲律宾有1000万的海外工作者 只要在这些国家开设Jolie Bee 思乡的菲律宾人即使要大排长龙 也想要异常家乡的滋味 这个就是Jolie Bee的魅力 在全世界各地战无不胜的素食 巨子龙头麦当劳 却在菲律宾提到铁板 经济学院杂志在2005年写道 如果麦当劳是素食界的巨人哥利亚 那么Jolie Bee的丹甲冲 就是打败他的菲律宾大卫 Jolie Bee不仅成为菲律宾的民族骄傲 更是菲律宾商学院经常引经据点的成功案例 以上就是我们整理关于Jolie Bee的故事 我想各位在菲律宾一定有吃过Jolie Bee的素食餐点 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欢迎各位朋友在底下留言 跟我们分享你吃Jolie Bee的感想跟心得 在我们搜寻Jolie Bee的故事之后 真的觉得Jolie Bee的创办人 Tony Dunggatio是相当厉害的企业家 也让我联想到台湾也有类似的餐饮品牌 像台湾的网品也相当厉害 旗下也有不同风格 不同特色的餐饮品牌 而菲律宾跟台湾相比 它有庞大的人口基数 而且消费力也相当强劲 所以我觉得如果各位也有意愿 想要去菲律宾发展创业投资 只要你的产品本身够优秀 加上广告 行销的推波助澜 也许也有机会向这些成功的企业家 闯出一番事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拜托给我们一个赞 并且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 菲律宾主要会分享 和菲律宾企业投资创业的故事 如果你也对这方面的主题感兴趣 拜托订阅菲律宾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选择所有的影片 我们会在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半 固定上新的影片 拜托继续支持我们 我是Ricky 我们下次见 拜拜